一汽集团的购物车 跟主业非常的相关 有CKD的零件 有整车 应该讲 尽管那个购物车不大 但是里面装的可是 很若干量整车 我知道今年在进博会上 奥迪的第一款 我们叫纯电动车 是整个展会上的一个网红车 就所有人都跑去看 这个在您的购物车当中吗 那确实是 整车当中主要是奥迪 包括了您刚才讲的 E-Tron这么一个电动车 正如昨天总书记讲 我套论到汽车行业里去 就是中国汽车市场那么大 欢迎大家共建 共创共享 中国汽车市场占了全球市场 差不多28%的这种市场占有率 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也是最多元化的一个汽车市场 所以进口的这一系列整车 都是满足中国消费者 对于整车方面的需求的 特别是奥迪的产品 那么其中的CKD件呢 也是为了最终消费者 所需要的产品 来构建当中的一部分 你刚才说到 欢迎全球的汽车厂商 都可以来到中国这个市场 事实上 他们早已经来了 而且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就在我们所在的上海 大家看到特斯拉 他们不仅设了厂 而且在这个厂生产的Model 3 其实也正式的推出了 应该讲就是表明了 中国对外开放的这种步伐 更加快 无疑汽车这个市场 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就是国家你有什么长处 你就拿出来亮亮 最后有市场和消费者来选择 谢谢您 来我们看看中交集团的购物车 在这个购物车里 我们看到都和工程相关 事实上又和百姓的生活相关 实际这个购物车里显现的 只是我们的一类 远远不止这个 对 刘总每次都觉得 给我们的车太小了 给我们的票太少了 远远不够 我们在国内的产品也好 在国外的产品也好 我不能清楚地说 哪个产品没有合作 全球化的合作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跟荷兰 一家船厂的合作 我们最早跟它合作是1902年 我们是买了一条整船 挖泥船 那么随着这些年的 这个时间的推移 超过100年的历史 那我们由买整船 到买就是共同设计 我们建造 由我们的建造 买它的装备 由我们买它的装备 到目前我们两家合作 仍然保持着面向未来的合作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呢 几乎就是我们深刻地理解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演讲里讲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全球化的趋势 不可阻挡 人类的共商共建共享 趋势不可阻挡 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实践当中呢 实际我们深深地 体会到了这一点 另外一位刘总的购物车 大家看上去琳琅满目 丰富多彩 我们去年买的呢 主要是飞机和发动机 今年除了这些常规的 我们购买以外 还一些服务上的购买 比如说发动机的包修服务 比如说是安全的 培训的服务 我们和豆瓣公司合作 做一些安全的培训 同时呢 我们还有航空油料 我们买全球 飞全球 服务全球 那么就在全球 来购买不同的产品 我已经来购买到